南投县红十字会附设长照机构筹建的工程 在日前举办动土的典礼 南投县长许淑华表示 感谢各界单位人士的协助 使红十字会附设长照机构终于能够动土 县府也向中央争取到200万元 将完善未来需要的装备 第一场我们祝开工顺利 南投县红十字会附设长照机构筹建工程举办动土典礼 南投县长许淑华表示 感谢各界单位人士协助 使红十字会附设长照机构终于能动土 县府也向中央争取到200万元 将完善未来需要的设备 随着几年来的成本的增加 那可以说是真的是要募集到很多的经费 那我们也承诺未来呢 县政府不只在行政上面的这个流程上面 会给予最大的一个协助 那同时呢 未来呢我们也会在资源上面 除了是先前帮他们从中央申取的200万 我们也会继续的保留 等到这个红会这边开始进行 可以进驻之后呢 我们预算的部分也能够去支持他们 在东南亚所有的国家慢慢在发展中 那未来我们的外籍看护 可能一味难求的情况下 我们的年轻子弟 他要在认真的工作 势必我们必须把他的长者能够照顾好 因应高龄化社会带来的长照需求 并配合中央长照2.0社区市服务政策 南投县红十字会除会保留原有的居家服务以外 还筹经费建长照机构 扩充日间照顾服务 南投新议员尤浩表示 在红十字会里间市门的奔走下 筹到近5000万元先动土 目前还缺1500万元也请各界多协助 那未来尤浩也期望进入立法院 还本持着过去也有起早过长照服务法 长照保险法 对于长照相关政策与制度的一个了解 未来来去中央争取更多的经费 来我们地方来协助大家 未来推广我们的社会福利政策 非常多的长辈还需要我们来照顾 那很感谢红十字会 新建这样的日照的大楼 日照大楼新建好之后 我们的长辈在白天的时候 都可以来到这边一起同乐 那一起来上课共餐 这个制造中心赶快把它来完成 那当然我自己本身我可以感受很深 因为我自己的爸爸妈妈都 有多年纪了 那像这样子的 的确我们南投的年轻人是需要的 南投县红十字会表示 待全区整体开发后 将整合转型为综合长照机构 让有长照需求者 就幸在熟悉的社区中接受服务 借熊西南投县采访报道 有些赏东西 还等下来 我们还等下去 你的脖子